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来学习这个剩下的几个设计模式 常用的设计模式是有10种 其实总共的设计模式23种 有23种设计模式 那么在公司常用的是就10种 你记住了 其实一般常用的也就了六七种 那么我们就算例举 一般是跨度了整个 我这么多年基本上用到的这些东西 就设计到的东西我都跟列出来了 反正大佬是容量都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用有限的大佬去装更多的高兴知识 不要装一些废物 好 那我们昨天学了丹利 设计模式丹利 对不对 丹利我们再回顾一下 丹利 丹利 丹利我们用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首先我们的作用 我们知道是一个这样写的 丹利我们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怎么消化的就忘了 尤其在我们在高中知识吧 尤其仅实话对吧 尤其是吧 这个算了 尤其只有一个 是真的实力一个实力 实力 尤其只有一个实力 尤其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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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什么样的尤其只有一个 是不是组织框架 对 组织框架管理 就跟我们班长一样 只有班长 只有这么一个人 班长不可能有两个人 有两个谁说了算了 对不对 组织一个活动就不行了 对不对 跟这个国家 只有一个习近平 只有一个主席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这个游戏 就是分模块去管理的 每一个模块都有个管理者 有UI 有UI管理器 audio 有个audio管理器 那比如说我们DB 就我们数据库 你们前面封装数据库 是不是应该是个数据库 也是个单力啊 对吧 单力去调用 对不对 然后其他的等等等等 后面你不还讲学这个 Sockit 学UDP 学TCP 学这个其他等等的 一些高性的知识 都会用 每个模块都会涉及到 所以说 一个带头人 就是说 一个这个模块的带头的 它就是个单力 一般用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单力实际化的 两种方式还记得吧 拖拽 是一个拖拽指示 这个单力只能拖在 是继承莫拉 比黑味的 只能拖一个对不对 不继承莫拉 比黑味的呢 就是这数据库人器 只能拖一次对不对 对 有没有一个 Public Static 对吧 那你们昨天 对Static 有深刻理解了吗 为什么这个Static 它就只有一次呢 多个 我调用多次的时候 因为只有第一次 第二次它不等于 就说这个Static 是全局的变量区 对吧 它在全局变量区 比如我们遛了两个类的话 请问一下 遛了两个类 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代码 看到这 看到昨天的代码 看这 请问一下 如果我遛两个类 就是TestSingle 我就遛一个 这种TestSingle 请问一下 这个Public 叫这个Static Instance 会实力化多少个空间 一个 会实力化一个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PublicAg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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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 Age 我遛两个 这么TestSingle 请问一下 这个A级会 实力化多少个空间 一个 一个 说明你们昨天 没有好好学呀 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还画图了的 实力化 我就 什么意思 我现在 我现在这么做 什么意思 我现在这么做 现在这么做 TestSingle 6 我这么去溜 不这样去调用了 不用一生子调用了 我再溜一次 说明你们昨天 没有好好学呀 这个显高 手低了吧 OK 请问一下 这个地方啊 我溜了这么两个东西 下面不看啊 就看这两句代码 请问一下 哎 这个东西 溜了这个地方 有几个空间 一个 这个东西呢 两个 两个对不对 为什么 它不是那个全局 我们说 只用Static 或者说Const 修饰的 它就在全局变量区 它在全局变量区 只会溜一次 只会实力化 一个东西 不管你这个地方溜多少次 不管你这种溜多少次 但是我们说了 像这个Public InterAge呢 它为什么 Public InterAge 为什么就是两次了 它没在全局变量区里面 它二次才去的 对啊 它不在全局变量区 对不对 它就是实力化 溜到内存条里面 溜一次 我在六次内存条里面 就会多一个空间 对不对 会多出来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我们昨天画的这个图 开始给大家画图 所以说这个实力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把类也复习了 昨天 我们要理解了类的本质 我讲东西 我就喜欢讲本质的东西 不喜欢讲那浮躁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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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看到 比如说 我这个类 我们这个类啊 你要深刻 你要对它有个人 你也深刻 你才能这个 别人在你面试的时候 你才能对大入流 你才能灵活运用 好 比如说以Static Const这样修饰的 好 还有像Int A级这样的 那么好了 我们其实的本质上是 每 每6这么一次 其实是什么 实际上是A级 我们是多存放了一个空间 你每 OK 什么玩意儿 好 那么看 每6一次的操作 其实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Static Const的东西 是在全局变量区 它就在这 它只会这么一次 那么像A级这样的 不是Static Const的修饰的 你每6一次 在内存条 这个就是我们内存条 在这 是实力化一次 记住了 我这个地方强调的强调 你们后面这个理解了 这后面才很好理解的 记住了 只留在这个内存条上面 只要是你要看到Static Const修饰的 它就在这个内里面 模板里面 用到的时候 只会实力化一次 好 这才是丹尼的本质 为什么就能创造丹尼 别人再问到底层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回答 好 那么这是复习昨天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 接着来学习 另外一个设计模式 叫做工厂模式 什么是工厂 大家知道是工厂 是不是就是 生产东西了 对不对 生产东西 就是好比我们生产 可口可乐 什么雪碧 等等这样的工厂 那么我们是 可以这么先去理解 我们也还是画图 这个工厂 工厂 我们只交给他任务 我只交给他任务 好 他进去传入 传入我这个指令 那么至于这个工厂 是怎么样一个生产流水线 是不关心 是不关心 我们知道这个是成品 我就是让你代工 对 让你代工 这个是产品 理解设计模式 你一定要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思想这块是非常重要的 不关我代码怎么写 其实代码是用任何方式 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写 就是各种各样的设计模式 但是这种要通过 通过画图 或通过我们的这个 代码 你去理解这种思想 也辅助这种 这都是辅助的 所以思想是这样的 我们工厂模式是你交给他一个任务 好 他就会出来一个产品 那么至于这个产品是怎样出来的 你是吧 我们这个跟我们富士康给这个iPhone代工一样 你是怎么样拼装起来的 是吧 先是吧 先拼装这个硬件 然后拼装屏幕 最后再是吧 粘贴在一起 他不管 我这个是吧 苹果就交这个任务 把这个生产这个iPhone的这个任务交给富士康 你给我代工 好 然后你出来以后 交给我完整的一个iPhone就OK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 这个过程 所以说 我们几个特性 一个是 我们是不关心生产过程 对不对 生产 第一个 我们是不关心它的生产过程 所以工厂模式 那假如画 假如画你看 你看到 它有这样的特性了 我们讲假话 现在我们是做一个跑酷游戏 然后跑酷游戏 是不是要生产很多金币 对不对 每个地方这生产 这这产那个金币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一下 如果有这么一个工厂模式 你就传给它一个位置进去 好 那么它出来就是 在这个屏幕上 有多少个金币出现出来 你不用关心 是吧 有这么一个代码 那是你不用关心 第一个资源从哪来 第二个 这个东西是要实力化成什么样的东西出来 是这个金币长什么样 是不是不关心 所以就假如画你就有这么一个同伴 是吧 你的一个合作者 协同者 就是说你的一个俯程 帮你干这件事 就是说你只用传一个位置进来 好 再传一个参数进来 比如说多少个金币 传十个 好 那啪啪啪 它就帮你屏幕上生产十个金币出来 那是不是你发现 你这样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会简便很多 对不对 因为这些事人家都帮你做了 你只用调用人家的API 人家就帮你实现了 那是不是你想想 很多我们在做游戏开发的时候 不光做游戏 做任何软件的时候 是不是想想 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我是不是很方便 那么有这么一个形态 你们在写代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将来你们是不是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是协同作战的 那么你不要写的代码 就是让别人 你就给我传这个参数 一会儿要传那个参数 那假如画你就给我传两个参数进来 我就能帮你干一些事 是不是让别人调用起来很方便 就跟你你们玩这个APP软件一样 这个软件为什么好不好用 贴不贴用户 我这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就能帮我实现一些很多东西 或者说美颜相机 啪点一个按钮 就帮我美颜了一下 人马上就变漂亮了 你不用美颜 我变成尿灾了 我变成尿灾了一下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人家软件你就喜欢用呢 好用对不对 用户体验我们讲究优爱优异 用户体验 那你们在写 其实写代码也一样 一样要注重什么 注重用户体验 就是你们两个在协同作战的时候 那为什么别人就是 比如我们两个合作的时候 我就喜欢跟他搭档 为什么呢 什么东西人家都帮我写了 我只用调人家别人家不是吧 这些各种各种这个 各种这个参考或者各种 一个一些这个 bug 人家都考虑到了 哎 是不是 我就少了很多事啊 啊 所以这个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那么工厂 模式就是这样的 它用在作用就在什么地方呢 哎 作用 所以说你们在写代码就一定要 做种别人的感受 不要觉得我爸这东西实现了 你要传这个参数出来的参数 第一步调用这个第二步调用这个 第三步调用这个 那你让别人觉得很烦呢 所以说你在跟别人搭档的时候 要让别人好过 你的日子就好过 要从别人的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啊 不要主体中间我是独生之旅 我说了算 你就得给我这么调用 那就那就歇菜了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说作用 我们这个工厂模式的作用啊 就是一般就是 溜一些新的对象 用于 溜 新的 工厂模式的这个 这个 它的作用就这样的啊 用来生产一些新的对象 那比如说我们会用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说 这个 我们在打打这个野怪的时候 是不是生产一堆野怪啊 比如说生产 金币 像做第二个 比如说野怪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模块 什么东西都是产生同类型的东西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模块 都会用到这个工厂模式 哎 你就给它做一个工厂模式 你这样去调用的时候 好 你们会发现做 做项目是越做越简单 啊 如果你没有一点 没有点设计 没有一点框架设计 就发现鞋的代码越来越看不懂 啊 就是你一个星期以后 你再回来看这个代码 是看不懂的 那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东西 你一下就能看懂 猜就能猜出来 啊 好 那么咱们理论之讲了 咱们就来实践一下 啊 那么实践 实践一下 啊 好 我们也是这样 我就来做一个 我们生产一个小人的某个过程 我们来体验一下 啊 到底好不好用 好 那我们在这 我就先建一个 Factory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 啊 TestFactory 好 我建两个类 啊 第二个 这个是我们的Factory 那我们再次 再建一个类 是用 啊 叫Use UseFactory 先写 先写个工厂 我要干什么事呢 我就是要生产一堆东西出来 啊 比如说我在屏幕上生产个小人 啊 我们是经常做UI的时候 不是这样做的 哎 做UI 我们做UI是不是这样 拖这么一个image出来 对不对 然后在image是要挂个东西 对不对 OK 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正常的做的时候 哎 就不这么干了啊 是吧 不这么干了 所以说你们会发现 你们前面东西白学了 啊 啊 OK 这没跟大家开玩笑 这个你们发现 你们前面东西就都白学了 OK 这个 也不是啊 也不是白学了 就是你们 至少你们前面填了 优弹地是怎么回事 啊 实际上优弹地 你们现在要对优弹地 是有个更深刻的认知啊 啊 这个 这个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啊 OK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资源给拉过来 嘿 我这个 这儿有个资源 看一下 我会把资源给你们的 我这儿有个资源 叫 OK 这个 这个小人 这个小人啊 OK 我给他放在这 我这儿有个资源 我这儿有个资源 我这儿有个资源